好了 今天APEC就選在南美洲的秘魯來舉辦 我們現在所在的就是他們的首都利馬 後方所看到這個五星級飯店 在市區就是台灣的領袖代表 總統府執政林信義將在本週下他的飯店 現在他正在路上 我們可以看到由於會有多達三十幾個國家 以及經濟體的領袖代表都會進入到利馬 因此在整個市中心可以說是為安明顯的升級 包括在這個飯店的周邊 可以看到有幾十名 二十四小時都有當地的警方 現在進駐在周邊來維護當地的治安 那麼現在還包括了有很多的這個官員 也都會到周邊來視察 這棟的五星級飯店 除了是在這一方台灣的代表團 包括了美國以及澳洲相關的官員 以及幕僚團也都選擇入住在這家飯店裡頭 頂著壓力一直在宣傳台灣 因為台灣的晶片全世界是領導的地位 所以是不可缺的 以前還是有被打壓的 當地的媒體還是有被打壓的情況下 可是最近擋不住 已經台灣的能見度在當地是很透明的 不過每逢APEC等國際場合總會受到中國打壓 這回秘魯台商也從官方民間大力協助 讓台灣官員及代表順利與會 今天是總統賴靜德上任以來 第一次派領袖代表參加APEC 主要三大任務是希望傳達台灣積極貢獻國際社會 支持公平貿易以及促成數位貿易發展 這回已經是林信義第四次參加APEC會議 他曾經在二零零五年在韓國APEC會場上 跟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握手寒暄 成為全球焦點 這回跟習近平彼此間會不會有互動 以及美國總統拜登官員團 加上其他各國領袖交流嗎 也都值得關注 而過去蔡英文政府連續六年請來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代表出席 而賴清德的第一年找來林信義 主要他被認為不卑不亢 堅守立場受到賴清德信任 也凸顯台灣政府對中國釋出了善意 強調對等尊嚴 同時在國際場合展現 Taiwan can help 另一方面也希望從經濟產業的角度 結交更多國際盟友 擬定台灣全新的國安外交戰略